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起源于一家叫红新半导体的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6日 而在四天前 即2017年11月12日 红新的作举者曹珊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叫北京光亮蓝图的公司 四天后 红新作为北京光亮蓝图的子公司 与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共同成立了注册资金20亿 其中 光亮蓝图出资18亿 时库90% 武汉东西湖政府出资2亿 占股10% 而最后 实际上只有武汉东西湖政府出资2亿 原本占股90%的北京光亮蓝图并未出一分钱 不仅如此 连红新的作举者曹珊的名字都是盗用的 曹珊 原名鲍恩宝 安徽卢江人 小学毕业 而真实的曹珊却只是一名司机 骗局自此开始 早在2017年初 曹珊开始组建半导底项目 若组建芯片项目 则需要从政府找土地建厂 从市场 找技术 人才 从供应商买设备 作为什么都没有的曹珊 清楚的知道 政府才是此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 有了政府作背书 就会吸引来资金 有钱就能找到人才 买设备 一切的问题都能解决 为了找到有意愿合作的地方政府 曹珊开始在各个省会城市中流窜 包括广州 合肥 成都 南京等地 但大多数时候都会碰壁 然而 曹珊为了包装自己 骗取地方政府的信任 身上常揣多张名片 包括台积电副总 宏基驻美国纽约第一任副总 然而 现实是 台积电没有叫曹珊的副总 宏基在纽约也没有公司 但是 行走多地之后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龙伟 号称有一定军方背景的龙伟 最终帮助曹珊 敲开了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的大门 为了控制公司的实权 曹珊改任董事 而龙伟找来了关系亲近的李雪燕 担任宏心董事兼总经理 李雪燕曾卖过烧酒 开过饭店 倒卖过中药 与芯片毫无相关 同时 为了更多的控制公司 龙伟 李雪燕两人还将更多的亲信 安插进入到了红芯的关键岗位 一个骗子团队就此形成 短短一年间 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大力扶持红芯半导体 使其迅速成为武汉明星项目 还接连列入湖北省重大项目 有了政府的背书 市场宣传也已到位 对于不同芯片行业的团队来说 迫切希望有实力的技术团队 才能把整个故事讲得更好 2019年 红芯开始寻找人才 他找到了一家曾与台积电等芯片大厂合作过 名为上海惊态的公司 该公司负责充当前客 从各个大厂找100人 为红芯最后通过层层关系 找到了在中芯国际任职的蒋上义 2019年6月 蒋上义加入红芯 蒋上义曾在台积电做过COO 后加入中芯国际 依靠蒋上义的面子 红芯2019年12月22日宣布 公司已从阿斯迈获得了高端光刻机 为此公司还举办了一场进场仪式 然而 谎言的泡沫终究会被戳破 2020年1月20日 红芯购买的全新尚未使用光刻机 抵押给了武汉农村商业银行 以此获得贷款5.8亿元 不仅如此 红芯还让项目承报方以担保人的身份 从银行贷款7个多亿再借给红芯 红芯号称的千亿资金 竟在一年内消耗殆尽 最终红芯的账户上只剩下1500万美元 1500万元左右 在整个局中相关的人员 各方利益团体获得了多少资金 这个只有天知道 2020年6月 面临问题累累的红芯 蒋上义选择了辞职 但由于李学院等人的阻挠 蒋上义短时间沦为 红芯对外是人的傀儡 直到2020年7月 蒋上义借机离开武汉 回到了美国的居所 当月 武汉东西湖区政府宣布红芯存在重大风险 2020年11月 政府接管了红芯公司 一场骗局就此破灭 在中国大力推进芯片国产替代化的背后 政府 企业 以及强客 都在摩拳擦掌 然而潮水退计 才能知道谁在罗友 以项目之名 船局做芯片 终究只是用来全钱的幌子 同样的套路 仍在继续上演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小舵手 给大家讲述中国发展的野蛮生长水 欢迎大家订阅